香菇 黃耳 西洋生 老薑 這些做起來其實有非常好的一個溫補鍋 調味料也非常的簡單 在這裡我們要吃一點麻油 一點鮮菇粉 鮮菇粉不是什麼化合 只有十幾種的菇 磨成的粉而已 再一個鹽 這個都非常的容易取得的 大家好 請接著我們仍然邀請到這位美食達人 許師傑好 祝師傑 阿彌陀佛 麻煩您囉 各位菩薩 大家好 阿彌陀佛 我今天要示範的這一個菜是元氣溫補鍋 最主要就是說不管是男生女生 他到了冬天的時候 只要有手腳冰冷 就是說他的氣比較不足的 我們就要來補充這個鹽氣的溫補鍋 所以說這裡面有薑 也有黃耳 紅棗 有枸杞 枸杞最主要是要眼睛能夠明目 我們的牛磅 牛磅它可以就是說 對我們的盛氣方面會比較OK 所以今天裡面的該有的都把我們身體都 這麼名貴的 黃耳 對啊 就把我們的身體都固足了 那我現在來馬上示範 就是第一個怎麼切 這是牛磅 我們這一條牛磅要去皮 這樣子把它去皮 去皮之後就是把這個前後 它因為從農夫到我們菜商 到我們這裡的時候 它這個頭會黑黑的 所以我們這個就不要把它切掉 切掉之後我們就把它切成斜片 這樣斜片就可以了 你不用切太厚 因為切差不多0.4公分左右 因為你切得太厚 那味道不容易釋放出來 最主要是我們要把它這樣子 切差不多4公分左右 因為這個體質很重 所以有人切牛磅的時候都要泡鹽水 才不會煮起來湯會黑黑的 我們今天是要做 鹽漬中沒有泡沒有關係 有人說換點白醋 再來就是這個是 山藥 山藥我們先把它對切 然後再把它切滾刀塊 這個叫做滾刀塊 切什麼樣子隨便 都可以 最主要你不要把它打成泥或丁 那就不適合了 因為我們要那個糖 要熬糖一定要把它切成塊狀 黃耳 那再來黃耳我們把它稍微切也是一樣 切差不多小厚片這樣就可以了 都可以 也不要切到太細 太細的話它照吃的時候 可能就撈不起來 比較不好的 對 這一鍋它真的 很當威啊 這些都是 薑片 那這個是薑 薑我們要把它切薄一點 因為待會要下鍋的時候 去把它爆到這樣縮起來 就是這樣子的 味道它也比較香 對 而且我們要把它切得很薄 但是煮這個鍋的可以不用氣皮 就皮 把它洗乾淨就可以了 用刷子把它刷一刷刷乾淨 然後我們把它切薄薄 這薑可以多一點沒有 薑可以多一點沒關係 好 OK了 好 好 那就OK 全部都OK了 切好了 剩下的 收起來就開始 我們現在來開火 開火 來 鹹爆 螞蟻 放麻油 全部放吧 那麼多 因為麻油真的是 麻油這樣子大概是 四分之一杯 大湯匙應該是一湯匙多 對可以 那你要加多少也是自己去調 你要比較吃麻油味濃一點的 你要吃什麼都可以 那你要說煮素麻油雞 這個比素麻油雞更好 素麻油雞只有一種 兩種 我們這個是 哇 這個是 身體比較虛的 對 這個是非常多的種 好 放薑 薑我們把它放鍋放進去 這個不用熱鍋 這個不能熱鍋 薑一定要慢慢的 慢慢的來 把它煸 冷油就煸這樣 因為太熱這樣一下馬上燒焦了就不好 對 一般的話 主菜太太看到燒焦就很害怕 就趕快把它撈起來了 好 不行 不行 你說要慢慢慢慢火的爆 爆香 爆到好的時候 好 我們把它拆開 因為它黏住了 讓它這樣比較容易 均勻的鋪在這個油的上面 對 好了 OK 好 把它開 再來 好 OK 差不多囉 看到有一點黃黃的金黃色的就可以了 其他你不會做的 這些全部放下去都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了 我常講說這個也可以說說是懶人鍋 又吃得到好補的懶人鍋 懶人補氣鍋也不錯 其實不一定說這種東西不大要照順序 只有說最後你可以狗舉完一點換 其他的你都可以放下去 好 所以就大家才會說 哎呦 老師你教的都是非常簡單 而且容易做的東西 最重要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複雜簡單化 對啊 這是我常講的 要複雜簡單化 好做營養家 素人變達人 一定的嘛 喔 還要口訣 動連喔 不是 我隨便想一想 隨便講一講 但是你這樣會更讓人 我記得我碰到有熟人 他說 你的複雜簡單化 真的很有用 我說真的嗎 我也不是大廚 但是我希望我來分享 跟大家分享 全部大家都要倒下去了 就很簡單的做法 因為大家看到那麼多東西 嚇死了不敢去做 我們現在就姜把它爆香之後 就把水加進去 調味料又簡單 如果不夠的時候再加水 對 先不要一下子太多 我們做的要放一點點的丹龜 丹龜不可以放都會苦 所以頂多我們家說一家人吃 頂多煮這樣一鍋來講 丹龜頂多兩遍 這個就是鮮菇粉 它是沒有化學成分 全部都是用菇類 去把它烘乾 磨成粉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化學的 你看你加這個 就吃了多少的菇的意思 所以這個非常好 這一搓一點點 可能要十朵才有磨到那些 不只喔 我剛剛又要烘乾還要磨成粉 這個是很難得拿到的 我們加少許圓 好OK了 這些全部都倒下去 我們這些齁 今天把它擺在甕裡面 好 這樣比較整齊 就像那個一樣喔 我們在煮樹的活跳牆一樣 一樣都可以 對 這個義米我們不怕爛的 把它擺在最下面 對 還有一點最細喔 其實要是我的全部 下去就好了 一層一層的 要有層次啊 然後再來就是放牛霸 那我的香蠅跟你不一樣 真的啊 放在一起的話蒸下來 然後味道每個都 一老就全部都老散了 這個是 我要放西洋生 西洋生 對啊 夾夾很好 對 吃那麼好啊 吃素的沒有什麼壞習慣 我們吃 把身體養好一點 這些黃旗 黃旗 黃旗我們等你放在湯裡 熬湯把它撈掉 對 不要 不然你放在裡面也可以 但是我通常說 用黃旗去熬湯 做成高湯 你一包一包的放在冷凍 我們隨時要熬什麼都可以 切捲一點 我都把它食材都把它用掉 好 就拿來做這麼快 唉唷 都在合作無間 通通啦 我們就是 用手 因為還要再煮的東西 我們可以用手 沒關係 那沒有要再煮的東西 不要用手 對 如果說等一下食物已經煮好了 對 不可以的 這是衛生局 我們常常在上一些課程 衛生講集 一定要知道 做菜的 所以這些 那我們擋身把它 我先把這個薑片撈起來 好 沒關係啦 我先直接用倒的把它倒進去 好 好 來 好 倒下去 不好意思喔 好 那我們還要再煮一點水 把那個擋生 因為這個擋生等一下不加進去 我們先熬湯 泥漿上去也可以 但是我們是不加的 直接 直接就好了 多一點全部倒才夠 因為這個 看起來沒有很大 但是容器很大 一家人吃絕對非常不夠 麻竊雖小 五臟俱形 對 對 好 那我們這樣子把它煮一下 把它煮一下 這個很容易味道釋放出來 所以不必煮太久 對 那這個的話 放在你的拿器 好 蓋起來 你又把膜蓋起來 然後放在你的電鍋裡面蒸 你要蒸半個小時也可以 因為一般家庭它沒有大蒸濃化 就可以放那個電鍋 對 那電鍋你可以蒸上 40分鐘 50分鐘都可以 看你自己 看個人的口味 對啦 你要吃得很爛 他喜歡吃爛一點 如果家裡有老人 有長輩 對啊 當然要把它熬爛一點 對啊 那也好 對不對 好 這個已經OK了 好 沒關係 我們就是這樣子把它放進去 對 我應該拿這樣才不會 你們才會看得很清楚 好 對 通通下去 哇 剛剛好 剛剛好 好厲害 8分 因為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也是一定要規定 湯要8分嘛 對 好 這一道就是 還有我們的枸杞放進去 好 這一道就是鹽氣溫補鍋 好 獻給各位菩薩 希望你們大家都來做做看囉 元氣溫補鍋 食材 黃芹 當歸 枸杞 西洋森 紅棗 黃蓉 猴頭菇 老薑 山藥 牛磅 玉米 腰果 調味料 麻油 鮮菇粉 鹽 做法 一 先將牛磅去皮 去掉頭尾後 切成斜片備用 二 將山藥對切 再切成滾刀塊 三 黃蓉切成小厚片 四 老薑洗淨 切成薄片 放入鍋中 加入麻油 小火爆香至金黃色 再緩緩加入高湯 五 加入少許鮮菇粉 鹽 六 將玉米 牛磅 山藥等食材 擺入鍋中 七 將油鍋中熱湯 緩緩倒入鍋中 八 將黃芹 在油鍋中 加水熬煮後 湯加入鍋中 九 灑上枸杞 將鍋放入電鍋中加熱 約四十分鐘 即完成 牛磅 牛磅鐵質重 故煮前可先泡鹽水 湯才不至純黑色 食材擺入鍋中 可依材質最硬開始 明天 祝福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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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 顾名思义 燃灯就是点灯 点什么灯 菩提心灯 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 以大愿为助 以大智慧为光 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 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 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 素食的送到他们家 再给他们佛法 透过燃灯功德会 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 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 去护持三宝 去利益更多的友情 去广结善缘 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 阿弥陀佛 点一盏心灯 照亮自己 也照亮世界 护持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护民 台湾燃灯功德会 生命电视苗树菩提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戒 礼拜大解脱金 护生 点灯 购水 药贡 即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2月6号星期四 上午9点 地点 苗栗菩提道场 地址 苗栗市中正路621号 联络电话 037-336-026 037-336-026 法会备有消灾超键牌位 供大众填写